Funky Mix Start Sequel Let's Go Dating Funky N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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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丛林公园里面可玩的项目 只有这个高空滑锁 比较刺激一点 我们四个我脚不方便 另外一个不想玩 剩下他们两个准备上去挑战一把 前面的都是比较短的 固定的也比较稳 前面这几张就是练练挡 在这好几米高的树上 上去本来就是一种勇气 很多人看到这么高的高度 直接就退缩了 广且它这个不是单纯的滑锁 如果只是单纯的滑锁 只需要勇气几分钟刺激 马上就结束了 看这上面这些项目 有点像 有些综艺节目里面的挑战项目 所以敢上去挑战本身就是一种勇气 前面这几段是比较短的 现在他们还在上面 OK 出发就没有回头路 上去的只能勇敢的挑战 从前面到这里基本上都没什么难度 到了这里以后 上面两棵树中间是一张网 那种绳子编子的网 比前面那些就稍微会难一点点 但是更难的是在往后一点点 哦 掉下来了 在上面全层都有安全绳板的 其实安全是没问题的 主要的恐惧是来自于高度 如果没有这么高 很多人都敢挑战 但是把高度拉高了以后 在高空中大家还是有点怕的 这张网整体的长度不是很长 也就是三四米的距离 但是看他们过得还是非常缓慢 手脚并用 下面要踩住 手要抓住 年轻人体力好 就适合挑战一下这些项目 这个跟过山车又不一样 过山车只要你有坐上去的勇气 很快就结束了 这些项目上去以后 你还不能闭眼睛 而且非常消耗体力 从高空上走一次 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档时也得到提升 看看后面这些工作人员 他们过得就非常简单 现在这一小段是走钢丝 但是拍出来看不到钢丝的 从视频里面看好像不是很高 其实我为了拍摄是已经爬到下面的平台上面 离上面的距离就近了很多了 这个高空项目全程玩下来要40多分钟 所以我这个视频也比较长 基本上每个环节我就边看边拍 感觉好像剪掉哪一部分都不完整 现在是到了整个项目最难的一段了 这一段就绑了很多木头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像秋千似的 工作人员走完以后它是一直在换 而且它的高度是比人高的 抓不到上面那个铁锁 只能抓绳子 在这里的话就要手脚并用 手要抓紧防止下去 脚要用力 防止两个木头不断地向外站好 这一段也是他们最耗费时间和体力的一段 你看走了这么久 才走了一点点 中间要在等待 它不换了才可以走过去 从我们旁观者的身份 也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段是最难最难的 他们下来以后 也是说这里是最难的 特别小好题 这里手脚都要使劲 才能稳定住在上面不摇晃 力量不够的话 就容易在这里翻车了 已经走了很久了 但是它这一段还没走完 在这里是浪费的非常多的时间 每个地方都是在这里摇摇晃晃的 工作人员的话都准备上去接它的 但是最终经过努力还是挑战成功 这一段胆子力量技巧都需要 如果体力不够或者害怕 挑战就失败了 最后两个 咬咬牙终于挺过来的 只要过了这一段 后面其实就变得简单很多了 累不累啊 第二位挑战者 走的速度就比前面一位要快得很多了 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项目整体往往要40多分钟 估计在这个地方的话都要去了一半的时间 每一步都是非常缓慢 要再等待 稳定了以后才能往前再慢一步 这样的高空项目 屏幕前的朋友们来的敢不敢挑战一下 在老窝的很多地方 丛林里面是有滑锁的 那些的话直接人挂过去来回滑动 也是比较刺激 但是难度就没有这些来的高 喜欢挑战自己 喜欢刺激的朋友 有来老窝玩这些项目都不要错过 这些项目感觉 比国内现在很多那一种 玻璃栈道 高空栈道 来的要刺激一点 那些透明的就需要挡量 只要你有这个挡子走上去 其实还是非常安全的 但是玩这些项目的话 除了挡量 还要耗费体力 这个简单一点 后面的这些就简单很多的 都没什么难度 主要难度是来自前面这个项目 耗费的太多的体力 一开始我看 以为前面挂轮胎的这一段 是比较难的 但后面他们通过以后觉得 其实没什么 主要是长高的 但是晃动的没有前面的那么厉害 项目到这里差不多就进入尾声了 完成了前面高难度的挑战 其实后面的话真的是没什么难度的 不知道朋友们看了这么多 有什么感觉 如果说是换做女的话 敢不敢来挑战一下 到南博拉班这几天 只有这个项目是正合八景的玩一玩 而且还不是全人参与 就只有两个人参与 其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路上 这个要跑它才不会陷下去 这是到南博拉班第二天的上午 这里玩完了回到酒店 差不多就是中午了 也就是到这一次行程的目的地 度假酒店 之前是看过照片被他骗过来的 到了度假酒店以后去逛了一下花园 在酒店还发生了一些故事 这些的话就留给后面 再给大家分享 这条视频非常长 十分钟多 朋友们看到这里 记得给个关注 点个赞 有什么想说的 记得在评论里面 把你的想法说出来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结束了 感觉怎么样 衣服输掉没有